7月6日著名青年歌唱家 解放军第二炮兵文工团副团长 陈思思澳门演唱会新闻发布会 在北京文化部召开 刘永江 屈原 郭振健 李光熙 李双江 胡宝善 李洋 潘长江 潘洋等各界知名人士出席了发布会 众多好友对陈思思的澳门美丽之路演唱会 给予了肯定和祝福 相信 我相信陈思思的实力 不管我去不去 我在北京为他摇旗呐喊 我相信他会听得见 衷心的祝福 思思的澳门美丽之路演唱会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而且肯定会成功 今天来给他加油 希望他澳门演唱会能特别特别成功 在这里预祝他的演唱会成功 预祝他的艺术青春 艺术道路更加宽广 而且真正成为一个亿万人民 忠心喜爱的青年歌唱家 用他的歌声为我们的民族 为我们的祖国增光天才 此次澳门演唱会 陈思思还邀请了流行天王周杰伦 相信届时两人的合作将会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 而提起周杰伦这位众所周知的偶像 著名配音演员李扬 就表示不是很熟悉他的歌 有的真的不知道 真是有代购了 别看我也算是搞文艺的 但是我真的对他们的一些歌曲 真的不太熟悉 主要是有些唱词呢 也不是听得很明白 因为这些通俗歌曲呢 有的唱词真的听不明白 因为你不知道他唱什么 你就难以记住歌词的内容 这样呢 是一个风高的问题 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还喜欢 什么关木村啊 蒋大为啊 这些起码什么 骏马奔驰保边疆啊 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方 尽管这些歌几十年了老一点 但是我听得清楚唱词 不断的来反复的来琢磨 来欣赏 这个可能对传承 对影响就有一定的作用 李扬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他为唐老鸭配的音 他的声音也伴随着唐老鸭 这一经典可爱的形象 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而前不久曾凭借集结号 问鼎百花影帝的张寒瑜 缺爆料 自己曾为唐老鸭配过音 对此李扬又是如何回应了呢 前两天我们采访到那个张寒瑜 他说其实唐老鸭的前十集是他配的 这我们还真都不太知道 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反正唐老鸭的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一百零四集 我很负责任的说都是我配的 我从来没有 我到今天也从来不知道 在我之前还有别人配过 他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清楚 因为我看到一些报纸 他还说过他还配过孙悟空 这我也很诧异